大家好,我是陈刚建筑师 今天请跟大家讲一讲房子 这里是非常好,这里有些房子是刚才大部分盖好的 外墙的那些房子是整好的,还有完全盖好的 我先讲一下,这个一栋,基本上刚开始外墙的框架打好的 你看,美国房子是木房子,它都是用木条16寸放在一起的 然后它这一种木条呢,它是一层楼一层楼的,是搬开的 有一种是从上来说,这个很长的木条 它这种叫broom framing,这种叫prafal framing 然后你看窗子旁边都有黑色的防水纸 刚才我前面的视频已经摊过了 然后呢,屋顶上面也有那种防水纸 你看,虽然是往屋顶上面也都有防水纸 然后你反光的闪亮的,在两个木条里面,就是保温格的棉 然后现在的窗子都是放出活力的 好,隔壁这一栋呢,就是,它都是黑色的 那些全部黑色的都是防水纸 你看窗子旁边有防水纸之后,整个外墙在做防水纸 防水纸之后,下面那些铁丝网呢,叫做lash 它就要放那些图密上去 这个呢,你看一看,它就是基本上外面的防水纸是很好的 那边那两栋就是基本上那么好的 你看这斜屋顶,它上面是放瓦屋顶 像是放瓦屋顶呢,它之前有黑色的防水纸 这样它才,那个房子才不能漏水 然后再,既然在这里,我就顺便讲一讲 那地上这些呢,就是multing 就是铁临那边呢,就放个墓税 就是一开始新房子,它就是比较省钱 又可以把这个,放一下 然后那边呢,这个,车窟旁边这个电表 一些老房子都是100安培的电表 现在新房子因为这个设备比较多 还有新的法规啊,现在基本上都是200安培的这个电表板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的名字叫陈刚,我是陈刚建筑师 我写了很多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建筑师同考方面的书 叫,在我的网站叫green-exem-education.com 绿色考试教育 或者是绿色建筑的LEED认证的书也有 欢迎大家去我的网站看看 green-exem-education.com 然后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拜拜